12345678總共八個嘛 分別上面這個1234是nestbar 底下的話是thisview 這樣的話其實就還蠻清楚的OK 然後再來的話升頻點下去會點到升頻所以 底下升頻部分就自己把它做 升頻的話你就把那個升頻的資料貼過來 然後 再來他裡面的分成有總共有早年中年晚年還有到去世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就是把那個 這個資料把它切過這個地方 當然你會發現這邊有 總共你有幾個做法 升頻部分的你如果說全部一次這樣全部的把它貼在一個頁面上 其實是 也是可以但是有個缺點就是資料量太多了 所以比較貼心的做法應該是 乾脆你把什麼升頻點擊進去之後的話 然後再讓他做一個清單 然後再讓人家再去選 你要看的是早年中年晚年還是去世 因為在手機上畢竟他的畫面比較小 不像在網頁上你可以放比較多的資料 所以通常的話最好把它拆過拆開來 所以怎麼做 那一樣我們在這邊 把它做一個 做一個listview listview怎麼做 一樣 在這邊把早中晚去世 這些資料放在內容 然後再把它怎麼樣選起來做 項目清單 如果你要做listview的話一定要先變項目清單 那如果你是從祭司本貼過來的話 他變成換行會有問題 所以怎麼辦 沒關係把這個 那個 中年的地方delete掉 再按enter 因為他沒有辦法 幫你做換行 所以沒關係 我們自己把它換行 delete掉 再重新 再按enter 那他就會自動怎麼樣 把這個地方 的ul到ul 自動幫你做出來 那你會發現 裡面好像有空白 習慣這個空白把它去掉 所以ul到ul 這樣的話呢 等於就是 我們就會有一個 項目清單 那你只要 如果你要把它變listview的話 只要在這個後面加什麼 ul後面跟剛剛一樣 data data row Data row等於什麼呢 等於listview 這裡 他就變清單的 那 你可以檢視啦 一樣嘛 我們升屏過來 有沒有清單 但目前沒辦法做超連結 為什麼因為沒有連結 怎麼辦呢 我們剛剛 升屏是page1 那這個早年怎麼辦 早年沒有嘛 怎麼辦 所以這個時候你可能要注意 你變成說你要再加 加什麼page1 這個叫1-1好了 1-1我建議你不要用那個-的符號 我比較推薦你用1-1 可以把它改1底線1好了 1底線2 1底線3 比較不會出錯了 那所以呢我們假設 現在目前沒有這個page怎麼辦 沒關係 你可以再到斜線body上面 Enter一下 再把它怎麼樣 增加到下面就好了 一樣把這個 data 這個data 這個page8對不對 把它複製一下 那一樣貼過來把它改成 1底線1 就是早年好了 然後再把這個複製一下 貼到底下 這個就變成1底線2 一直類推啦 所以底下的話就是變成你不要貼到自己自己的DIV裡面 然後這個變3 晚年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 去世 OK 然後就是類似像這樣 反正以後如果你還有很多層 那你就一直下去 你說老師 那如果 早年裡面還有怎麼辦 沒關係啊 你就是 1-1-1 你可不可以 可以啊 那再 那就很多層了 那這個app就可以做得很複雜了 那 好處就是說 人家在閱讀上面呢 就可以用階層式的概念 好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 再把剛剛的這個 升頻的部分 再做超連結 超連結還記得吧 然後進怎麼了 這個就page 1底線1 那我習慣是把它複製啦 為什麼因為複製 你底下的這個早年 這個 這個什麼 中年其實只要改個數字就好了 有沒有把它複製貼 然後去世 這邊的話就是 第4OK好 那我們即時來看一下 然後就升頻 有了 那點擊 裡面沒有 沒有怎麼辦 沒關係 再把那個早年的資料貼到1-1的 這個頁面1-1在這裡 然後這一頁喔 你油標放這邊他也會mark起來 那這個的話呢就把什麼 早年的資料 把它貼到 這個地方 頁 頁手的地方改成早年 貼一堆東西 那內容部分的話呢就把它底下的東西 再把它複製貼過來 OK OK好 那當然他裡面有一些超連結啊 你看要不要先貼到記事本把那些超年拿掉 然後再把它貼過來 都可以啦 反正 這樣的話就早年了 然後把它即時 升頻 早年 有了 然後只是說上面沒有一個back 所以最後的話呢 你還可以再怎麼樣 再把那個升頻的部分 增加一個什麼 上個禮拜講的 那個 叫什麼 Data add backbtn button 等於True 然後顏色的話呢 就Data Thin 乾脆 改成黃的 黃的是1 那就不要回上頁了 back好了 反正就是 可以有個效果 然後即時一下 升頻 有個back OK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什麼 再來就早年 早年的部分的話呢 這邊也會有個back 這邊點選 這個 早年有沒有 然後一樣 Data add back的btn 改為True 要 然後呢 讓他 這個Data Thin的話 顏色也把它改成 黃的好了 OK 然後早年也可以回去 所以 這樣子 升頻 早年 有了back OK你還可以看中年 可以看晚年 可以看去年 也要back 這樣的話基本上架構 就OK了 那今天的話 就 把 這一個 App做完 那就 繳交 這個禮拜的這個App 大概是這樣子 OK 然後我再把重點回顧一下 我剛剛做哪些動作 一 我把那個升頻的部分加上去 那因為呢 這邊要做一個list view 所以記得這個list view 四個項目 他一定是 UL 到UL 這個地方多一個什麼 Data Raw 等於list view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再去底下增加 page1 page1之1到page1之4 用貼的就好了 然後再利用超連結 超連結的話 有不要放這邊 這邊有個超連結 把它連結加上去 加上去 然後就可以連過去了 最後的話呢 再加上那個回上頁的功能 把其他也都 分別完成 大概 今天的作業大概就是這樣 最後的話呢 待會我就 就不講 多餘 剩下時間給你 不然的話我看你們 這個做要花蠻多時間 另外的話呢 因為 下下個禮拜 就是 期末考 週了 那這一週的話就是要 交其中報 其中報告 所以我先跟各位講 給你們兩個禮拜的時間 完成這件事情 所以 提早 講一下好了 不然的話到時候你們會 做不完 特別注意 要做哪些東西呢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OK